欢迎现场许正伟长期关注长者营养以及健康的议题 那么为了让秀林的长者可以获得更好的购买食材环境 新政府改造了平时巡回经顺庵到崇德以及新城的菜车 那么这一次营养师的协助之下也进行了营养改造 并且也在今天23号在富士社区集会所举办了菜车启动仪式 现在许正伟热情的使用太多个主意问候现场的乡亲们 特别表示花园部分地区因缺乏便宜的发卖场所取得食材不易 巡回菜车给予长者们能够吃到一顿温饱不用拔山涉水的机会 健康因从饮食生活习惯以及彼此关怀的开始 感谢县内医疗单位以及县府合作 建立完善的巡回医疗系统守护花园民众的健康 这个开车 油门踩下去就好 但是要改变这个习惯 它这个干货放这里 然后这个冷藏的放这里 鸡鸭鱼都放这里 蔬菜放这里 水果放这里 全部要把它改变的时候 很难 但是问题是 守护我们大家的安全 以及保障到保存食物的安全 这就是卫生局希望 用专业守护住大家的健康 希望跟我们庄大哥一起来合作 刚才讲小庄 我们的小庄头发都白了 不过我相信 从现在开始改变 是我们庄老板 未来要跟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往前进进的 开出去就是送健康 就是送欢乐给大家 所以我刚跟瑞惠说 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互利的一个产业 那尤其是把人情味送出去 送到家 把温暖和爱送到宅 卫生局进一步说明 菜色上食材摆设也透过 简洁有力的标识 以及容器的分类 一改先前多样食材摆放在一起 杂乱无章的情形 让民众采美的时候一目了然 也可以减少不同性质的食材 相互污染的风险 有保冷箱 保冰砖 取代原本的保特瓶砖 冰水保鲜方式 让生鲜肉瓶海鲜 黄豆制品等需要冷藏食物 得以维持新鲜度 让咱们吃得健康 买得安心 记得敬弘异 谢谢观众 听不到